因為我們今天看到其實傳出說原來 林智堅的論文是楊麟寫的時候 大家想說那楊麟是誰啊 大家都好想認識他 原來他現在今年也有意要參選新竹市議員 代表民進黨 但有網友就說了 很想來朝聖一下林智堅論文的原作者是誰 所以很多人今天趕快上了這個楊麟的臉書 想要去查看看他到底是誰 所以今天很多人上了他的臉書 去寫的非常多很多回應超級多的 那當然有網友說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有人就說根本就是核彈籍的自毀城市了 像這一個事情我會覺得說林智堅的助理 現在要去選民意代表 民進黨當然是以這個幕僚政治一個拉一個 林智堅之前這個要來選桃園市 他就跟民進黨中央指定要求這個省慧紅出來 把他這個曾經都在柯建民帳下效力的大師兄 鄭鴻輝給堵住了 資深了好幾屆新竹市議員 那堵住他要選新竹市立委的路 堵住他要選新竹市長的路 指定接班人陳慧紅 那現在也安排他的助理楊麟尼去選這個新竹市議員 所以當大家都說今天要去朝聖 看一下原來作者是誰 其實也不必看啦 也不用幫他炒作他的知名度啦 看起來如果照我們楊明兄黃昌明所接到的這個爆料 所在網路上公開的提問和指稱 他的這個寫作能力似乎也太差了 因為抄好像如果是真的抄的話 抄也沒抄得很好 當然啦這件事情陳明通國安局局長 他身為林智堅的指導教授 他現在民進黨 我覺得民進黨之前到現在的風向就一直說 這個陳明通不是林智堅的指導教授 之前幹嘛陳明通跟林智堅兩個師徒一搭一唱 又千字文又兩千字四千字幾千字 然後在那邊表明心機還是心機 然後就是不肯去那個學輪會 然後等到學輪會做出處分 然後趕快要通知他們 說趕快又說我要去 然後結果又說學輪會不讓我去 反正你就看到這師徒 你會覺得到底他們在演什麼啊 看都沒有 那不管怎麼樣 民進黨現在似乎要清理戰場 那清理戰場又不敢直接叫陳明通下臺 因為他還是國安局長的職業 這個風暴眼看立法院學者即將開 從國安局國安問題燒到了立法院 下個會期又是律上會期 你看林智堅曾經視為恩施 後來記者會都很凶狠 不叫陳明通老師或陳阿通教授 雖然剛剛我看到那個文 楊明黃耀明他裡面有提到說 明通宇宙但是呢對於這個林智堅來說 他可能活在不同的這個宇宙 他已經視陳明通會害他的人 所以直接直呼陳明通的名諱嘛 那陳明通深度介入 他跟于正皇兩名學生之間的這個論文 一定有裡面的蹊跷跟貓膩在當中 那甚至照黃耀明的說法 如果說跟他爆料的人 還有包括在國發所同時上過這個課的 才想起來說不只楊林儀 曾經幫這個 因為楊明說有人跟他講 在上課的時候幫他點過名 然後幫他一起上課在那邊旁聽 楊林儀或許會說 我當時準備要報考國發所 然後我去那邊旁聽 提前去學習一些國發所的東西 以免學分或者是將來比較好 考進國發所 那我也這樣講我也沒話說 但是你提前部署了七八年 你直到現在才即將進入國發所 未免部署超前部署太久了吧 他準備考試準備了七八年 好久好久啊 因為您之間的事情已經多少年了 對不對 從2014年到現在 對不對 到現在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那你楊林儀現在才準備去考國發所 如果我說照他的邏輯說法 他一定會對外解釋說 我當時就準備進入國發所 我的這個生涯規劃就是要讀台大 所以我去那邊旁聽有何不可能 怎麼讀諸如此類 那我真的佩服他厲害 超前部署到現在 未卜先知 能夠知道說 那個2022年會有這個 他老闆有這樣的一個遭遇 然後就開始要跟著進國發所 還是怎麼樣呢 那不管如何 楊林儀後來這個 我照看楊明 他接受人家的這個爆料 然後內容也講 有時候他不是他去 不是他代客 不是說代客去上課 不是去教人家 是去幫忙上課 去那邊做台下學生點名 那就換別的 另外一位誠信助理接手 就是除了楊林儀之外 還有另外一位誠信助理接手 也要去上課 邦林之間上課 然後接受了教授點名 我真的覺得太誇張 因為如果是這些都是真的的話 他們到底是去混學位 混個文憑的 還是你去享受這種 我們知道碩士在職專班 那種學歷 你是去享受讀書的樂趣 還是怎麼樣 像我後來 我當時我在文化的時候 我在念錄研所的時候 我自己是記者 也是一個這個在職生 但是我考的是這個研究所的一班生 跟在職生 不是在職專班 我用我的請假跟休假 去楊明山上課 我很享受那種上課的氛圍 所以我後來拿到華岡講學機 我是我們班上研究所第一名的 我的考試我的報告 我全部都是用拼盡全力第一名這樣 所以我拿到華岡講學機三萬塊 拿了兩個學期 那你真的是很認真 所以我在當蘋果日報記者的時候 一邊上課一邊去 那個我就排休假去 有時候沒辦法 我同學都知道啊 雖然年紀比他們大七八歲十歲左右 但是我覺得我跟這些同學 很享受那種上課的樂趣 然後一起在那邊使用電腦 一起在那邊上課 然後一起在那邊研討 一起在那邊做報告 所以我覺得我蠻喜歡 這樣一個研究所上課的這個氛圍 自己上課啊 老師點名就 老師都認識你研究所的研究生 就只有十來一個耶 對啊 只有十幾個人 如果有些人請假 或者是有些人敲歌不來的話 本來十五個學生 可能只剩下十個人耶 而且要分組討論 就你們這幾個 你不來的話 教授一看就很明顯耶 所以我就說 這就是當下學生 學術研究所 碩士研究生 我之前我上課的時候 我的學長學姐要修博士了 他們也來跟我一起上課 我甚至因為我沒修過政治學 我還跑到大學部的這個大一大二 跟大一大二的這個學生 一起坐在教室裡面 上那個政治學的課 上了一年 我還看著那個大一大二 在那邊邊吃東西邊上課 然後我就在那邊 乖乖的這樣聽老師講課 跟大學生一起上課也蠻不錯的 但是我說我會很享受那種 enjoy那種上課的樂趣 我覺得這個比我上班還舒服 上班要很緊張壓力緊繃 然後幹嘛跑來跑去的很累 上課只要在這個學校的 我從大恩館到了這個大城館到哪裡 就這樣子這麼簡單 那想不到他會讓同學 讓他的這個助理去幫他上課 去幫他點名 所以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 如果他真的很想要念國發所的話 他應該是要堂堂課都要去 他應該是很enjoy在那個學校的 這個氛圍當中 很enjoy在每一堂的上課內容 但是呢看起來他是讓他的助理 楊麟怡去上 但是楊麟呢還幫忙 現在傳出說他也幫忙他寫論文嘛 那還傳出說 因為一度呢寫了一半寫不下去 因為看起來是真的蠻難的 可能他這個題目還是什麼的 可能對於 那個沒有同樣的背景 對他們來說會很堅設 像國發所以前 早期就是三民主義研究所啦 然後國發所啦 國家發展研究所 好聽是叫國發所 其實就是以前早期 在更早以前 那叫三民主義研究所改過來 就像後來中山所 大陸所我們也是一樣會隔壁會改制 隨著這個國內的政治形勢的氛圍 所以國發所對他們來說 如果是要研究那些相關 國內的政治經濟 政治形勢的議題的話 會真的稍微兼設 不像我們 像我們是 我這種長期跑兩岸 國防軍事和政治新聞的 我會覺得如魚得水 我很喜歡啊 聽了就跟我平常工作的一樣 然後去寫這種東西 然後去研究 看多的書 我跟你講只要研究所的課程 老師的報告 每一堂課你都有上過的話 你都瞭解 其實再加上報章雜誌 像這樣準備一大碟 我每天除了上節目 再來是一點點 都會準備這些報紙資料的收集 就是把資料收集好報紙 然後這都是學術的 其實你比如說你看這個報紙 然後第幾頁幾版 然後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你就把它作為這個資料的引注就好了 那很簡單 就是資料的收集跟分類 然後你平常準備好 你在收集資料的時候寫東西 你就有東西可以看 然後參考然後引注 這就是做研究 然後注釋下面寫一個注釋 你就會跳到下面 你點一下那個 就好像我們點到連結網址一樣 他就跳到你那個是注釋 第幾 都有很嚴格的規範格式 我光是這個注釋 就被我的指導教授 還有在上課的時候 就被老師糾正了好多次 就是一直要學學學 我們自己都是吹毛求吃 錯字不能亂寫 寫錯字他很丟臉 然後寫那個序言 因為我英文不好 我還去找那個翻譯機 然後甚至找一些朋友 然後他的英文比較強 比如說那個跑外電的記者 路透社 美聯社 我還請他幫我看一下 我這樣寫的英文翻譯對不對 還要幫我看一下 我再回去自己再修正 就是這樣子嘛 做詢問不就是如此嗎 不懂就去問人家 你何必搞成這樣子 連上課都要人家幫你去代課 所以現在想起來 林志堅如果當時 這些事情都隱瞞著 沒有跟民進黨講 民進黨從上到下 尤其是蔡英文總統 政見黨主席 到下面這些人 還有包括現在位居全高位重的 那個國安局局長陳明通 你們是瞎挺林志堅啊 難怪現在今天的報紙 民進黨的立委 傳出來說要逼退 逼辭這個陳明通 是怕他影響到年底的選舉 還有怕他影響到 整個國家安全的危機啊 國安的問題嗎 所以甚至傳出來 最近有小道消息 上禮拜就有傳出說 陳明通打算用先退休 退休 退休 他現在只是 你是說國安局退休 是說學校的那個退休 因為台大學輪位要開始去調查 處理陳明通的事情 他是兼職的教授 他並不是 就是說他不是專任教授 然後也有人說什麼 他早就退休了 反正不管怎麼樣 因為台大是國立大學 是公立大學 所以要用退休的這個名義 來逃過到時候 如果說台大調查的認定什麼 是不是對他不利 眾說分飲啊 這是目前這個圈內 傳出來的消息 那我是覺得 像你們對陳明通很狠耶 我真的覺得民進黨立法委員 你們這些人很狠心耶 當然雖然有人覺得不值得同情 但是我覺得 你們對待當林志堅被你們切割之後 全黨上下不是一致要挺林志堅嗎 那當被切割了之後呢 你現在開始也要對付陳明通 然後也要把他這個 開始逐出而後快 那我會覺得 那你當初是在騙全國的民眾嗎 當初是在騙我們桃園人嗎 當初是在跟媒體跟講的 講的聽話亂墜的 然後現在你又如何自圓其說 趁雲鵬還說說過的話不會收回 也難怪鄭保盡 等一下我們會講 在那邊罵說走了一個抄襲的 後來來了一個挺抄襲的 所以當然地方就是會覺得很多的雜音嘛 民眾就會覺得說你再怎麼凹 你再怎麼說論文如何如何 現在他們又把風向開始又帶到說 藍營也是啊 天下文章一大抄 誰也是抄誰的 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講講那麼多轉移風向跟話題 和焦點都沒有辦法掩蓋 林志堅的學位已經被撤銷了事實 來包括現在這兩天也傳出來說 中華大學可能也對這個林志堅不利 所以林志堅才趕快吵吵的這個打包 然後說要宣佈退選 然後現在還有臉說是那個堅強的 跟鄭雲鵬的那個鄭文燦的鐵三角 鐵三角 鐵三角 我覺得會不會變成跛腳啊 所以當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還能夠硬拗尺度無下限 然後複製貼上又幾乎好幾套標準 不是兩套標準已經不是雙標了 然後現在又冒出一個楊玲儀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自己又要去選新竹市議員 首先你要怎麼去跟你的民眾交代 因為你過去過往跟林志堅的這個關係 主從關係 然後發生這些事情的疑點 你如何曾經 雖然他今天嗆得很明 歡迎提告 我覺得這個事情誰要去告你啊 就是在擔心你的誠信問題 還有你在國發所上課 幫你前老闆在那邊接受教授點名的時候 或許他我剛強調過 或許他會說我只是去旁聽 準備要上考國發所的這個前置作業 超前部署準備 但另外一個誠信助理呢 也是為了這個準備超前部署考國發所嗎 所以你們兩個輪流去幫這個林志堅點名嗎 接受這個教授來上課嗎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些人腦袋在想什麼 既然沒有心想要在職進修 沒有這個心想要好好的讀書考試 然後去享受當校園學生的氛圍 只是有這個學歷混一下 然後到了這個台大就打卡 打了12次 然後很高興啊 今天下雨啊怎麼樣啊 來到什麼台大什麼什麼 台大椰林大道 那些校園是多少全台的學子的 新興學子的夢想 這是一個全台灣最高學府 它是一個驕傲的學術的這個殿堂跟校園 結果你看你去看D卡跟PTT 所有網路上罵聲一片 因為他們要選舉 因為他們要混學歷 因為他們要拿個文憑 去玷污了一個學術殿堂 然後完全的去對立 然後槓上這樣一個最高的學府台大 然後不惜把台大的名譽給毀了 然後去揪那個學輪會 然後去講人家什麼蘇宏達 又講管中敏如何校長怎樣 然後學輪會的這個主持了 蘇宏達院長是不適任的 應該要迴避什麼什麼 我覺得對社會大眾民眾 完全沒有說服力 而今天隨著林志堅被撤銷學衛 他也退選了 當初到現在 還在罵蘇宏達跟管中敏 罵台大學輪會的這一批人 包括鄭文燦在內 你們在力挺瞎挺林志堅的人 你們要不要跟台大道歉啊 鄭文燦也是台大國發所畢業的 你們要不要對陳明通道歉 雖然陳明通也沒道歉 林志堅也沒有那種 你們要不要這些人一起跟著道歉 我覺得你看到這一群的共犯結構 你會搖頭 你覺得陳明通是坐檢自負啦 他當初自己要這樣決定他活該 所以他盡量面臨這樣的 人家要切割他的後果 但是你看看這些人 如果台大研究所 尤其是國發 在招這些人進來的話 你不覺得真的是糟蹋台大嗎 林志堅他的台大碩士學位呢 已經被撤銷 但是呢現在傳出說 如果他的論文不是他自己寫的話 是別人帶寫的話 是不是呢他在這個法律層面 是更加的遏制 我們看到律師吳俊達就說 如果呢論文是請助理抄襲的話 那是更嚴重的法律問題了 他說呢這個論文呢 如果是自己抄襲別人的 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論文抄襲別人 一個呢就是論文沒有抄襲 但不是自己寫的 那第三呢就是論文是別人 代為抄襲的 這三個以上呢 學位都是應該要撤銷 而且呢論文都應該要註銷 但是呢他的惡性的程度 是不一樣的 我問一下韓濱 因為今天包含在很多的 PTT上面的很多的問卦 有人就問說 有沒有之間其實抄誠實的八卦 因為他的確沒有抄 抄的是別人在抄 網友就說了 對啦他一直都說他沒有抄 的確好像他一直從頭到尾 他說他沒有抄襲啊 但是他沒有說過說他自己寫的 好像都沒有講 那另外還有網友狂酸說 小智沒有說謊 小智沒有輸 他的確沒有說謊 因為論文就是不是他寫的 另外還有網友狂酸說 還我小智只找槍手沒抄襲 另外還有人說真的沒寫就不算抄 另外還有人狂酸了 小智我不知道啊 是他是助理自己要抄的啊 所以韓濱 就像網友說的 真的沒有寫就不算抄襲啊 是這樣嗎 我兩個禮拜以前就告訴你們啊 林志堅撤謊一定過的 因為他真的沒抄 他真的就沒抄啊 因為他根本也不知道 那個論文裡頭寫的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今天很多人說 林志堅這樣是不是就死期了 我跟你講搞不好有網友在酸啊 說他搞不好會出來 演一個噁爛的戲啊 我當初為什麼要這樣子 都是因為為了要保護我的助理 我不能夠讓他受到傷害 然後聲淚俱下搞不好 有情有義南山大丈夫 搞不好大家支持他 悲情票 說不定他的這個楊麟宜要選 新竹市議員 有可能就被他就加分了 因為這個他的助理是有情有義 我跟你講楊麟宜他現在所有的 操作的方式就是只抓 因為他是市議員嘛 就是多選席位置嘛 所以呢對他來說 他只要抓到死忠爾的票就夠了 所以他無所謂了 不然正常的話 哪有人 人家才正在指控你喔 你一個正要參選市議員的人 直接告訴我啊我確診了 所以你們要告就去告吧 那個剩下我都不回應了 那個見鬼了嘛 正常是你要去告別人 這些人不是把你的名譽了嗎 這些人直接指控你抄襲耶 結果你竟然躲起來說 你們要告就去告 是你要去告人家 不是人家要告你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 那但是就讓人家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麼 真的這麼剛好確診 但是感覺就很心虛嘛 說真的就算確診了 你也可以叫律師 委託律師提告啊 也是可以啊 或是說等我確診休息完之後 我就立刻出來告你們啊 但沒有任何表示 然後不敢去解釋 這越看重表現 就越是心裡有鬼嘛 那說真的啦 如果是自己抄襲 那個就是學位被拔掉 那這個說真的就是一個壞學生 可是如果是請別人代抄襲 那個還有法律上責任 可能要被罰30到100萬 不過當然罰這個錢 對他們來講沒什麼啦 可是重點是在於 那個是一個更難聽的名稱 那當然我覺得林志堅已經 拗到這種地步的時候 他也沒怎麼在乎什麼名稱難不難聽的 他現在就是相信我之數 你們就是要相信我就對 我管你什麼怪理由你們就是要相信我 可是我覺得對整個民進黨來說 他整個策略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你們今天到現在都還要拗 到現在還全黨說要捍衛林志堅的清白啊 那你何必叫他退選啊 你就讓他繼續選啊 反正你們認為他是清白的啊 對不對 而且林志堅到現在 在鄭運鵬的競選團隊裡頭 這不是很好笑嗎 那請問一下到底換了誰 哪有什麼換 根本沒換 換湯不換藥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這個非常奇怪的決策 這不知道誰定的 是為了顧及蔡英文的面子還是怎麼樣 所以一方面知道林志堅已經選不下去了 那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去消蔡英文的面子 所以只好用這種奇怪的方式做切割 說林志堅去打清白的戰爭 然後鄭運鵬去打選戰 但是這切割不了的嘛 因為這個禮拜可能中華大學的 這個結論就要出來了 對 看起來是對他也極端不利 你一個大學被人家判 你還可以 也許你還勉強會有人信 兩個學校都出狀況耶 那請問一下怎麼辦 這個機率 你都是冤枉機率未免太低了吧 所以這個很難再凹下去了 我認為對民進黨來講 最佳的止血辦法 就是趕快承認錯誤 林志堅承認我就是抄襲 對不起大家欺騙大家 我也欺騙黨主席 用這種方式 也許做一個切割可能還有救 但是你現在是把民進黨 整個黨撩下去喔 因為你現在雖然 看起來民進黨其他的候選人 都自動閃跌 大家都離他遠遠的 不敢跟他在一起 可是問題是 這個議題會一直打到 我跟你講會一直打到面帝選戰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被人家抽絲剝繭嘛 一個一個料不斷的放出來嘛 那尤其是林志堅 你自己說要採取法律行動喔 那接下來會怎麼辦 那更不要說余政煌今天也講啊 他要去告謝麗聖跟翁達瑞 所以這個話題會扯不完的 那我不知道民進黨哪個白癡 教他們說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拆解 那選民就認為算了 不在乎 完全錯了 我覺得你現在民進黨 如果還不趕快承認錯誤止血的話 這個話題會一路燒下去 我相信藍軍會非常非常開心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 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